聂宇盛和谭靖能走到最后 可谓是经历了不少的坎坷 虽然年少时两人恩爱有加 但毕竟那时才刚上高中 他们还天真的以为 只要两人真心相爱 就一定能够永远在一起 因为家庭背景相差悬殊 谭靖就开始努力地学习 希望考上一所优秀的大学 将来成为一个足够优秀的人 而聂宇盛也是一样 直到谭靖母亲有心脏病之后 聂宇盛就决定成为一名好医生 好将来帮谭靖的母亲治病 甚至在父亲反对两人恋爱时 赌气和聂东远闹了好多年 可就算如此 两人最终还是走向了分手这条路 其实在谭靖临走之时那一句 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 算是彻底伤透了聂宇盛的心 在分手的这几年里 聂宇盛一直都没有在找 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还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谭靖带着萍萍来到医院时 聂宇盛才知道 谭靖不仅有了家庭 而且连儿子都已经弃罪了 可笑的是他正好是萍萍的主治医师 当初聂宇盛学心脏 这项专业就是为了帮助谭靖的母亲 没想到 到了现在竟然在救他的儿子 聂宇盛嘴上说着萍萍生病都是谭靖的报应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说这些话都是因为嫉妒 嫉妒那个可以成为谭靖老公的男人 嘴上虽然是这样说 可聂宇盛还是忍不住地想要帮助谭靖 直到谭靖未酬钱日夜兼职后 就决定帮谭靖申请医院的医疗补助 因为医院正好引迹一门新的技术 若是能用在萍萍身上 就可以帮谭靖省下不少的费用 当然 因为是第一次使用 存在的风险也是无法预估的 聂宇盛将这个机会告诉谭靖 最终的决定还是要交给谭靖 对于萍萍的情况而言 10岁之前是治疗的最佳时间 而且萍萍的手术费确实让谭靖头疼 否则谭靖也不会将昔日两人的纪念品以5万的价格卖给聂宇盛 最终谭靖决定答应这次手术 手术结果虽然成功了 但是聂宇盛也从萍萍的血缘上发现端倪 得知萍萍就是自己的儿子 此时谭靖也不再隐瞒 坦白当初离开他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 聂宇盛在知道了萍萍是自己的儿子后 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有着对谭靖不告诉他的抱怨 有着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艰难的过来的心疼 喝多了之后 直接前往谭靖家 想要找到一个答案 以进门看到谭靖后就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谭靖看到这个样子的聂宇盛 心里也是满满的心疼 在外的聂宇盛一直都是个完美的形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一副临危不乱的模样 现在却成了这个样子 面对着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两个人都红了眼睛 谭靖将聂宇盛扶到了自己的床上 自己对他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看到这样的谭靖 聂宇盛竟然好像感觉回到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 两个人便抱在了一起 经过这一晚过后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有了很明显的缓和 第二天早上 两个人一起吃早餐 像极了老夫老妻的样子 如果当初不发生那样的事情 现在的他们可能真的过着一家三口的幸福日子吧 两个人在学校相识 将了解了对方过后互相表达了心意 为了谭靖聂宇盛不惜大声置问聂东远 到底有没有害过谭靖的父亲 聂东远差点气得犯病 但他依然信实淡淡地说自己从来没害过别人的性命 一边是自己的父亲 一边是自己最爱的人 聂宇盛陷入了两难 为了搞清楚当年的真相 他开始派人暗中调查 但是对于孙平 聂东远是志在必得 好不容易有了孙子 聂东远的内心无比激动 他想把一切好东西都给他 孙志军不想儿子认他当爷爷 口口声声说 他是谭靖的仇人 两人为了抢孩子 直接把孙平吓得再次犯病 好在经过抢救 孩子终于平安无事 但也加快了他手术的时间 为了保住儿子的命 聂宇盛亲自主导 最后手术很成功 孙平终于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了 谭靖抱着聂宇盛激动不已 也就是在这时候 聂宇盛得知了当年 谭少华死亡真相 原来幕后黑手并非聂东远 而是当时施工队的雷老大 发生事故之后 他就逃跑了 一切真相大败之后 而如今谭靖也想明白 父辈的恩怨不应该让他们承担 谭靖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恨错了人 还白白错失了一段七年的感情 瞬间悔恨不已 为了弥补他们母子 聂宇盛火速将谭靖和儿子接回家同居 渐渐地 聂宇盛用真诚打动了儿子 一家人在一起幸福美满 在大结局中 两人放下过去的事情举办婚礼 平平抢着要当婚礼的花童 这一下 一家三口也算团聚了 很快谭靖就意外怀孕了 被家里的两个男人宠上天 十个月之后 谭靖顺利产下一个女儿 取名叫聂安安 聂宇盛化身超级奶爸 终于圆满了